刚才说到 印竹反对人出家 对于内心有问题 不老实不守本分的 印竹当然是反对 但是对于有道心 有能力的人 印竹还是鼓励他出家 印竹说 可见印竹是多么希望 看到有道心的出家人 来光大佛法 诸位菩萨 为什么佛教一直没办法 真正的兴盛起来 就是因为没有僧保住持 现在出家人已经少得太可怜了 老和尚发愿要度 两百万的出家众 在座的诸位 在座的诸位当中 如果您的条件因缘 许可的话 希望佛期结束后 大家应该要为自己安排 千万不要说 千万不要说 反正在家修跟出家修 差不多 差不多 我看出家修也是有障碍啊 是的 出家修还是有障碍 出家修都有障碍了 更何况你在家修 家者 家也 家所的家 在一切的经典当中 佛陀对于在家 都是种种的喝泽 对出家都是种种的赞叹 如果在家修与出家修 真的一样的话 那三千年前 佛陀自己为什么要出家 历代的祖师大德 又为什么要出家 出了家 才能够真正的 成就道业 了生托死 出了家 才能够真正的 弘扬佛法 续佛会命 一个人出家 不知道能利益 多少的人 假如佛陀没有出家 那会有历代的 菩萨祖师大德吗 如果老和尚没有出家 那会有今天的我们吗 大家应该 好好的想一想 说不定 因为你一个人的出家 而救了无量人 看重自己吧 你能够出家 而不出家 那太可惜了 你有能力 对佛法 有信心 那就赶快加入 出家的行列 为佛教 为道场 尽你的一份心 青年出家 当然是很好 如果是中年 才出家 虽然 虽然学经教 打剑锤 比较没有那么好 但是 你有世间的技能经验 也可以用这个世间智慧 来奉献常住 别人的福德智慧 是因为你的协助而有 那你也就有福慧了 能够这样修福 修慧 把一切功德 回向西方 功德 一样是 不可思议 佛法是大家庭 什么样的人才 都需要 诸位要发心哦 不但自己发心 也要劝 有姻缘的人 能够发心 不过要记住 好的人 你才劝他来 不好的人 那就不要了 否则 反而害了佛教 好 以上 我们说完了 出家 在家者 也明白了 出家的重要性 可是如果 我很想出家 但是年纪已经大了 或者是家庭的 环境姻缘 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要怎么办呢 佛法有无量方便门 现在再来说 在家出家者 莲池大师说 处于俗舍 具有父母妻子 而心恒在道 不然 不然 适成者 在家出家 者也 这意思是说 一个人 虽然处在世间的滚滚红尘里 上有高堂 下有妻子 又要张罗家庭中的一切 但他还是能够 朝也 欧密陀 穆也 欧密陀 假饶 盲 四箭 不离 欧密陀 内心始终能够 保持在 道业上 不去沾染 世间上的 五欲六成 就好像 唐朝时的 旁运居士 还有 佛陀时代的 唯摩杰居士 他们 都是 在家出家者的 最好模范 所谓 虽为白衣 奉持 沙门戒法 事有妻妾 常修 犯横 其实 诸位菩萨 在世间上 能够学佛 这的确 是很难得的 也的确 是非常的 不容易 要应付 世间上的 一切 还要拨时间 用功修行 老和尚说 在世俗 那种 五欲的 大染缸里面 怎么能够 染得出 白布呢 在 尘老里 你每天 六根 所接触的 都是 世间上 那些 污浊 邋遢的 境界 可是这些 污浊的 境界 凡夫 却 喜欢哦 五欲 就在眼前 你叫他 怎么不贪 怎么不起心 动念 难啊 就是因为难 所以 佛陀 与老和尚 才要那么积极地 劝人出家 有很多人 虽然有好的 善根 福德 资质 可是他 没有出家 到最后 他的善根 还是被 五欲 所淹没了 就好像 一块 好木头 泡在水中 泡烂了 是那么的 可惜 在家修 的确是难 但是 难 就不错了吗 难 就让他 随顺着 生死轮回 下去吗 学的佛 不要一点 目标都没有 难道 你在六道 轮回 还苦得不够啊 你要告诉自己 我虽然 身体 没办法 出家 但是 我的内心 决定 要出家 我的身口意 决定 要同 出家人 一样 谁说 在家人 就一定要 去争名 夺利 墨学 也曾经 看过 这在历史上 是很多的 你去翻翻 净土圣贤路 有哪一个 在家居士 是同人家 争名夺利的 没有 你要是 真的 有道心 有千古品格 那 五欲 在你面前 你一点 感觉都没有 你也没有 心情 把时间 放在 五欲上面 家人的 恩爱 迷情 也迷惑 不了你 为什么 如扫水 与 私有 何乐 求生 西方 都来不及了 还有什么 时间 去追求 那些 眼前 空花般的 五欲 你不要说 五欲 来迷惑我 家人 对我 太好了 所以我 放不下 那都 不是理由 身体 难道 不是 自己的吗 眼睛 耳朵 嘴巴 难道 不是 自己 在 控制吗 脑筋 里面的 思想 难道 不是 自己 在 主张吗 是 你 自己 要 执着 五欲 而不是 五欲 来 迷惑你 问 问 自己 我是不是 明明 知道 烦情 会 害了 自己 却 还是 喜欢 烦情 的 感觉 如果 你的内心 真正出家了 虽然外表 还是在家人 但是你的 深口意 决定 同 世间人 不一样 内心 要不要 出家 那就要 看自己了 诸位菩萨 如果 你的身体 不能出家了 你的内心 还不出家 那将来 怎么往生 西方 赶快 出家吧 明白了 这个道理 那就从 最基本的 五戒 开始 做起 五戒 守好了 再进一步的 做到 菩萨戒 深口意 都不造 杀到 淫妄 在家里 要孝顺 父母 要 胸 有 地公 敦 亲 木林 在外面 要对国家 尽忠 于世间上 乔把 成老 为佛事 时时的 念佛 回向西方 能够这样 做到 那就是 在家 出家者 虽然是 在家人 但是有 出家人的 内心 有出家人的 行为 这是 最标准的 佛弟子 佛弟子 是国家的 第一等良民 何止是 第一等良民 你是 观世音 菩萨心中 最欣慰的 乖孩子 将来 一样 也能 往生 上品 好 以上 说完了 在家 出家者 再来说 最后一个 在家 在家者 之前 在讲 出家 在家者时 有提到 出家 在家者 就是 身虽 出家 心不入道 同样的 这个 在家 在家者 也就是 在家 修行 心不入道 虽然 化名者 是 在家 佛弟子 但是 没有 佛弟子 的行为 没有 佛弟子 的智慧 联石大师 说 处于 属于 俗舍 终身 禅服 无一念 泄托者 在家 在家 者也 诸位 菩萨 都是 在家人 可是 在家人 当中 也有 很多种 哦 以 以这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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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联络 感情 我听到的是 非 就卖给你听 你听到的是 非 又在 讲给我听 把这些 佛门中的 事 是 非 当做一种 消息 这边 道场 讲一讲 那边 道场 说一说 害了自己 也害死了 别人的 法生 会命 来到了 道场 进了 佛堂 心 静不下来 拼命 冲瞌睡 出了佛堂 就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所讲的内容 总不外乎 人人我我 股票而孙 是是非非 讲这些 精神 大得很 甚至 还在 道场中 做 直销生意 你心中 到底 有没有 佛菩萨 大家来到 道场 这是一个 修道的地方 要向 道上会 要尊重 这个道场 来到的道场 是为了 了生死的 跟师父 谈话 是为了 解除疑惑 听闻 佛法的 却整天 飘飘 浮浮 在各道场中 打混摸鱼 学佛 学到这样 真是可悲 枉费了 自己出学佛的 一片热忱 诸位菩萨 大家要警惕啊 千万不要学佛 学到这个样子 变成一个 在家 在家者 好 以上 我们把 连词大师的 四种出家 就说到这里 最后 墨学 把它做一个结尾 打从一开始 我们就说到 你决定要出家 才能够 往生西方 如果 如果你是出家师父 那就好好的 做个出家 出家者 你是在家联友 那就好好 做个在家 出家者 千万不要做一个 出家 在家者 在家 在家者 那不客气地说 你出家干嘛 学佛 又是学什么的 我们不要 总是做那种 让人家 退道心的事情 出家人 不像出家人 佛弟子 不像佛弟子 世间人看了 心里会怎么想 诸位 佛法是那么的好 佛法真正 能够解救 众生的苦 可是呢 我们现在的行为 有办法 去化倒人家吗 有办法 感动人家吗 你虽然学了佛 但是却连 最基本的人 都没有做好 那人家看了 本来想学佛 想出家 都退道心了 观世音菩萨 要令一切众生 永离六道 得生佛前 我们要跟 观世音菩萨配合 要做众生的榜样 真正的 去把这个出家做到 使自己 也希望 一切众生 都能够 永离六道 得生佛前 感谢观世音菩萨